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白环 澳洲白环又被称作垃圾机或者垃圾火机 它们常见于澳洲各个城市的城市地区 尽管它们的外貌奇特 且有着臭名昭著的青道夫习惯 但是这些鸟类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且在澳大利亚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探索澳洲白环的身体特征 行为 栖息地 以及文化意义 现在就开始吧 一起来了解这个充满魅力的鸟类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澳洲白环的外貌特征 它们的名字已经告诉我们 它们的羽毛以白色为主 尾部 翅膀和嘴的末端为黑色 它们有着适合在潜水和泥滩中 觅食和觅水的长腿 成年鸟类可以长到75厘米高 一盏超过一米 它们还有一个独特的无毛蓝色斑块 在它们的头上 繁殖季节期间会变成红色 在行为方面 澳洲白环非常适应环境 可以在多种栖息地中茁壮成长 从湿地 河流到公园和城市地区 它们是机会主义的食物消费者 这意味着 它们可以食用各种食物来源 包括昆虫 鱼类 青蛙 小型哺乳动物 甚至是人类的剩饭剩菜 虽然它们的青道夫行为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不太雅观 但这是它们觅食策略的自然部分 在世界上 许多其他鸟类物种中 也观察到了这种行为 近年来 澳洲白环在城市地区 变得越来越常见 特别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中 它们经常被看到 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 这就有了垃圾鸟的绰号 然而 这种行为也引发了人们 对澳洲白环的生态作用的关注 它们的青道夫行为 能够帮助清理城市地区的 废弃物和垃圾 维护城市环境的卫生和健康 除此之外 澳洲白环在澳大利亚历史文化中 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们在当地的原住民文化中 被视为神圣的鸟类 代表着自然和精神的平衡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澳洲白环的栖息地 它们在澳洲的各个地方都能找到 包括草原 湿地 沼泽和城市地区 在繁殖季节期间 它们会选择在树上 或者高处的悬崖上筑巢 通常是由树枝和枯叶组成 它们的巢穴 通常会在几个月内孵化出幼鸟 这些幼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不断成长和学习 直到能够自己觅食 总的来说 澳洲白环是一种充满魅力 独特的鸟类 它们的青道夫行为 适应环境的能力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让它们在澳大利亚的自然界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本视频的介绍 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和欣赏这些美丽的鸟类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